伤情罪是晚凉天 憔悴私人不堪怜 妖酒催长三杯醉 寻香惊梦五更寒 拆头凤鞋 青有泪 图迷花了 我无缘 小楼寂寞 新雨夜是野南如沟 野南渊 几句残词念吧 咱们继续开聊清争 准嘎尔阿姆尔萨纳部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 这阿姆尔萨纳呀 其实 从这个乾隆二十年 二月份的时候 大军刚一出征开始 就在和这个乾隆皇帝斗心眼 他的意图就只有一条 就是想做这准嘎尔部的新大汗 不过呀 肯定他会换个名字的 有可能啊 这准嘎尔韩国呀 就被他换成灰特韩国了 可是呢 这乾隆皇帝的意图 在还没打下伊犁 没逮住这个达瓦齐之前 就已经很明确了 这墨西蒙古 按照这个蒙古部众来分呢 分为四部 那就是杜尔伯特部 灰特部 还有和硕部 最后呢 还要加上准嘎尔部 不过后来呢 这乾隆皇帝 给这个准嘎尔部啊 改了个名字 以姓氏命名 叫绰罗斯部 并且呢 这大军出兵不久 乾隆皇帝就已然 给这个四部 都物色好了大汗 当然了 这个大汗呢 跟当年准嘎尔韩国的大汗 哎 那个皇帝一样的大汗 肯定是不一样了 这只不过就是部落头领 当然了 这其中的 灰特部的头人大汗呢 他就是阿姆尔萨纳 在出征之前呢 这乾隆皇帝 就把这些明确的意图 告诉了他们 这伊犁还没打下来 乾隆皇帝的决心更大了 一定要按照 之前的既定方针去办 并且乾隆皇帝还决定 整个新疆地区 也就是原来的墨西蒙古 不能全交给蒙古人来统治 就把土地以及权力 分配给了在江的 其他少数民族 不但如此 在伊犁还设有 这个伊犁班师大臣 在这个乌鲁木齐啊 还要留守这个 巴西驻军和这个屯田的汉人 这阿姆尔萨纳 他当然不爽了 因为他想做大汗呢 即便呢 做不了整个新疆的大汗 他也要啊 在自己的这个蒙古诸部当中 说话算数 于是他就借着 在这些蒙古胎记当中啊 他跟这个乾隆皇帝 关系最好的 这个有利条件 经常的呀 怂恿这个西路大军 总指挥班帝 让那个班帝呀 给这个朝廷传话好 借机达到他个人目的 先是跟这个皇上说呀 您选您的这个 嘎了藏多尔记 做这个绰罗斯汗呢 不能服众 然后又跟皇帝建议说呀 不一定就非得从 绰罗斯家族当中 选出一个人 做绰罗斯汗 那意思也很明确 您就选我就得了呗 其实啊 他的这些心计 乾隆皇帝在这会儿 也可能理解到 也可能没理解到 但是呢 有两个大方针 乾隆皇帝是清楚的 其一呀 这大军呢 刚到墨西蒙古 这伊犁还没有平叛 达瓦齐呀 也没有逮住 乾隆皇帝在诸多方面啊 还要指望这些蒙古特技 其二的乾隆皇帝心里啊 早就认定了 不管是谁 怎么的花说柳说 这块地方啊 不可能再形成一个完整的政权了 在这说话算术的 能说话算术的 只能是大清朝廷 乾隆皇帝本人 于是乾隆皇帝就禁止班帝 让这个班帝呀 先稳住这阿姆萨纳等人 这一应事物啊 等到拿下一例以后再说 于是这班帝呀 也就只能啊 这个含恨乎乎的 欲据还迎的 转告给阿姆萨纳这皇帝的意思 可是谁能想到啊 这家伙呀 不知道是真没听懂 还是假装糊涂 阿姆萨纳呀 更善联了 他竟然呢 跟这个朝廷 跟乾隆皇帝提出 他说我现在呀 已然是很满足了 得到皇帝的恩宠不算 现在我是啊 是又有地盘放牧 是又有牧民 但我等斯维拉特 与这卡尔卡不同 若无总统之人 恐人心不一 不能外遇诸敌 又恐生内乱 这句话呀 很短 但是呢 他向乾隆皇帝表着的意思 让乾隆皇帝很不满意 因为对这个墨西蒙古诸部 乾隆皇帝是下定了决心 虽不能啊 把他们变成 墨南蒙古诸部一样 和朝廷那么的贴心 总得呀 像这个墨北蒙古一样 拆分出无数的小王爷 彻底分化了他们的实力 借而达到这个清廷啊 更好的统治他们的目的 可是呢 这阿姆萨纳 用这句软中带硬的话 直接就告诉了乾隆皇帝 像卡尔卡蒙古一样啊 您弄的这个所谓的扎斯克制度 也就是蒙奇制啊 在我们这儿行过通 我们这儿啊 还得需要一个总头 也就是啊 这儿必须得有一个大韩说话算数 这乾隆皇帝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心中暗想 你还想做主 在这块地上 能做主的就只有大清朝廷 就只有朕公我 什么时候 就轮到你了 乾隆皇帝这会儿 可就看出了这阿姆萨纳的野心了 于是呢 就密指于班帝 跟这个班帝说呀 此年一生久留彼处 于事无异 若即促其来经 史之一句 亦有未辩 一 达瓦奇旧秦之时 将一同种胎记浅回 故可安然无事 乾隆皇帝呀 是告诉班帝 说这个阿姆萨纳 既然已经有了这个念头啊 看样子 他心里这个火苗子呀 是很难熄灭了 新疆啊 看样子是不能让他呆了 咱们呀这么办 等到啊 逮着达瓦奇之后 让这些蒙古太子呀 包括这阿姆萨纳在内 一同啊 压这个达瓦奇进京 到了北京之后啊 嘿嘿 那什么 就都得听朝廷 都得听我的了 这乾隆皇帝的意思是说呀 到了北京就得把它扣下 高官后路的给 可是啊 你要想出京回江啊 嘿嘿 门也没有 这乾隆皇帝还特意的交代了班帝 一定要把这阿姆萨纳稳住了 不要在攻克伊犁之前 让他生出什么变故 也就是说呀 咱俩说这事啊 不能让他知道了 这乾隆皇帝把这道旨意发出去以后啊 不行 睡不着觉 为什么呢 心里不做主 他还是不放心 他觉得这事啊 虽然托付嘱咐给了班帝 但是啊 这班帝必然是前线的统帅 要干 要办的差事非常的多 并且呢 和这个阿姆萨纳呀 他也不在一个大营当中 恐怕呀 这阿姆萨纳 一旦有什么不轨的动向啊 真传到班帝耳朵里的时候啊 那早就晚了三春了 于是这乾隆皇帝提起笔来刷刷点点 又亲笔写下了另外一道圣旨 这套圣旨啊 可是用满文写的 那么这圣旨是密发给谁的呢 哎 是这乾隆皇帝的姑爷子 那可是亲亲亲的女婿 因为这可是乾隆皇帝的嫡女 顾伦何敬公主他们家的俄妇 克尔信草原的亲王 在圣武纪当中称呼这位俄妇 我为色不疼 实际上啊 这只是个简称 他有个全名叫色不疼巴尔诸尔 这闺女了不得 那可是啊 这个朝中大臣富衡的亲姐姐 哎 乾隆皇帝的元后 孝贤皇后 跟乾隆皇帝的亲生嫡女 是乾隆皇帝最爱的闺女 那么爱屋即乌吧 他认为自个儿这个姑爷呀 也是众姑爷里边最出色的 那刷这刀密纸给自个儿的姑爷子 是为什么呢 他说你啊 现在啊就搬到这个阿姆萨纳的大营当中 和他一块去居住 别人要问起来呀 你就说是我老丈人 让我呀 在这个乾隆营当中啊 历练历练 出征的时候 这阿姆萨纳不是说 带着三千蒙古骑兵 就是负责打冲锋吗 哎 那我也要去和你们一起打冲锋 这乾隆皇帝还说呀 你和这个阿姆萨纳 言语相通 气泪相近 也就是说呀 都是蒙古人 总能聊到一块去 那让你这么干是为什么呢 最后这乾隆皇帝呀 还怕自个儿这姑爷子呀 他听不懂呀 犯了一根筋 还特地的加了一句 给他解释一下 令与之邪行 别偶居无猜 实音思之 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呢 天天得吃住在一起 显得呀 亲密无间 实际上我是让你呀 暗中监视他 这道密旨啊 发出去之后 这乾隆皇帝的心绪呀 稍稍的才算平和了一点 觉得自己这样的部署啊 可能还算得上稳妥 可是让这乾隆皇帝 万万没想到的是啊 阿姆萨纳在明了呀 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成为这个四部的总盘 在暗里呀 他可是啊 史上尽了 于是呼着大清朝廷 和这个降将 阿姆萨纳的蜜月期呀 眼瞧着就要过去了 下文书啊 咱们就得好好讲讲 这乾隆皇帝 和这个阿姆萨纳 是如何撕破脸的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 点赞并转发 什么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外加这个投币呀 我是都很喜欢的 得恩嘞 我在这儿啊 先谢谢您成全 咱们明儿见 对 安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